地球的点缀 Russian May June 的 YouTube 高人频道 2024 1月8号 Russian May June 拍摄于助江 今天是黄国王与黄秀楼相处的 我来算一下 我来算一下到底是第几天 401天 今天是黄伯昂与黄秀楼 第401天的相处情形 今天是黄伯昂与黄秀楼 第401天的相处情形 今天天气还算蛮冷的 今天天气还算蛮冷的 但是他还是自己在洗澡 他们还是自己在洗澡 那是冷水 鸟都是洗冷水没有在洗热水 鸟都是洗冷水没有在洗热水 今天是冬天 冬天非常的冷 虽然冬天非常的冷 但是他洗的还是冷水 他不是洗热水 我常准备一盆水让他去洗 他自己想洗的时候他就会去洗 所以这水是冷的 我没有为他准备热水 我没有为他准备热水 就是我常在这边放一桶水 让他自己想洗澡的时候自己就去洗 现在是黄伯王与黄秀楼 逆在一起的时间 黄秀楼这个老婆 当老婆依然非常的懒惰 毛老是要那个黄伯王帮他整理 黄秀楼不会主动帮黄伯王 整理毛 哦有有有 没几秒就就停 你看你看这个老婆 黄秀楼这个老婆这么懒惰 让那个黄伯王这么的辛苦 让黄伯王这么辛苦的过日子 黄秀楼你到底会不会太懒惰 你是不会帮黄伯王主动一点吗 黄伯王依然非常吞他的老婆黄秀楼 你看黄秀楼就是这样这么懒惰 才几下而已 他就非常懒惰 老是要依靠黄伯王帮他抓养 你看黄伯王要他帮他礼毛 到底多久 没几下 没几下你看 没有几下他就不要了 老是要黄伯王帮他服务 我们黄伯王这个当老公的是这么的辛苦 我们黄伯王要让黄秀楼帮他整理毛 黄秀楼都不会主动 现在是黄伯王独处的时间 黄伯王现在非常喜欢独处 因为黄伯王不太喜欢被他的老婆黄秀楼粘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老婆是非常的懒惰 就是黄秀楼 如果你有看之前的影片 你就知道 他的老婆黄秀楼是一个非常懒惰的老婆 如果你有看前面的影片 你就知道黄伯王的老婆黄秀楼 是一只非常懒惰的老婆 黄秀楼老是要黄伯王来帮他整理毛 持续不断持续不断持续不断 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累积黄秀楼一直累积 叫黄伯王帮他整理毛 黄伯王不断的帮黄秀楼整理毛 不断的帮黄秀楼整理毛 到最后黄伯王喜欢安安静静 非常喜欢有独处的时间 非常喜欢有非常多独处的时间 不喜欢跟他的老婆黄秀楼黄在一起 为什么黄伯王不喜欢跟他的老婆黄秀楼黄在一起 如果你有看之前最早之前的影片你就知道 黄秀楼老是要黄伯王帮他整理毛 但是黄秀楼都不会主动帮黄伯王整理毛 黄秀楼是一只非常懒惰的老婆 都不帮黄伯王整理毛也就算了 他要黄伯王帮他整理毛 所以黄伯王非常喜欢自己独处的时间非常的多 黄伯王喜欢独处的时间非常的多 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老婆黄秀楼 非常的懒惰 老是要黄伯王帮他整理毛 黄伯王等于一只鸟要负责两个工作 黄伯王等于一只鸟要负责两个工作 他自己的毛要整理 他要帮他老婆的毛整理 黄秀楼却自己的毛都不整理 要黄伯王帮他整理 结束